如意与大阿哥在花园中散步 忽然听到一阵哭声 原来是皇后身边的宫女怜欣 怜欣警示说自己只是有些想家 阿若嘲讽怜欣即将嫁给太监王亲 怜欣更加难过 跑着离开了 在去给皇后起安的路上 梅长在的笑脸横冲直撞 惊吓了贵妃 还摔摔了皇上赏赐的玉钗 在皇后宫中 贵妃向皇后诉说梅长在的无礼 梅长在警示说自己有要紧事 向皇后禀报才冲撞了贵妃 梅长在说自己怀有身孕 众人都十分惊讶 纷纷给梅长在道喜 皇后宣布自己又一桩喜事 皇后说自己准备将怜欣许配给王亲 怜欣哭着说自己只想照顾皇后娘娘 皇后却并不理会 太后听说梅长在怀有身孕一事 十分开心 将一尊宋子观音像赐予永和宫 如意与皇上一同用膳 如意提起皇后将怜欣许配给王亲 是委屈了怜欣 皇上说皇后这是为了让怜欣 与王亲之间有个照应 皇上让如意少专染皇后之事 因为他知道在如意和贵妃之间 皇后更偏向贵妃 如意却说 自己虽然想让皇上来尝看自己 却也明白皇上是天下的皇上 皇上听后称赞如意 有一件其他嫔妃没有的好处 便是直爽 随后皇上提起江南水欢 常年令自己困扰 今年的怀音之线 智水有功 是一个有用之材 要升他为知府 在如意与皇帝身边 不菜的阿若连忙贵老贤恩 原来怀音之线正是阿若的阿玛 皇上十分惊讶 表示一定会为阿若许一个好人家 阿若回到自己房内 向索欣炫耀 自己是如意的陪嫁丫头 阿玛又得皇上赏识 与索欣大有不同 还叫索欣为自己打水擦身 索欣只得答应 第二天 阿若忙着梳妆打扮 让索欣先去侍奉主子 如意不见阿若 让索欣去催 阿若在皇上起下时才匆匆赶到 皇帝离开后 如意指责阿若 阿若回到自己房内 哭着换下衣裳 他认为是如意看自己打扮得好看 皇上多看了自己几眼 主子便嫌自己爱眼了 皇后目睹皇上亲自从大阿哥读书 心生妒忌 认为是如意狼子野心 另有所图 没常在怀有身孕 被升为贵人 他仗着自己游喜 身体不适 常常把皇上从其他嫔妃那里叫过来 陪伴自己 皇亲与怜心的大喜之日 皇后在太监的五房内 选了一间最宽敞的屋子 赐给怜心 怜心一人哭哭啼啼 可皇后娘娘的旨意无法违背 怜心只能听命 深夜里 如意在延喜宫内 听到了一阵女子的哀嚎 自从五房内传来 第二天 重点费给皇后请安后 玫瑰人说自己仿佛听见了 五房之内 传了两声女人的叫喊 询问如意是否听见 如意却说自己并未听见 众人猜测 那人可能是怜心 暗地里契落怜心 如意的帕子落在皇后宫中 连心起来归还 姐姐嫁给王公公 也省了事儿 玉女这桩苦楚 这是旁人求也求不来的福气啊 如意十分生气 书阿若若是再如此放肆 便要好好惩罚 这时贵妃赶到 书阿若出言不逊 自己不得不责罚她